哎呀 乖乖来 十月一号啦 有十月一号啦 兄弟姐妹们好啊 哎呀 纽约下了大雨啊 晚上我是从三点钟工作到七点 然后去睡觉啊 睡完觉了赶快起来 断身 然后刚刚开了两个小会儿啊 然后在这个开会中间 然后这个讨论人民币 美元 你看咱们这个穷对咱们破产的人 就研究了大事儿 闲吃胡萝卜 蛋糙心 这就是七盒 是吧 这个说 这个人民币屡屡下跌 然后美元坚挺 是吧 这个共产党完了 我说我什么都同意你们 这个不是的 人民币贬值是我早就说的 它一直会贬 它贬的目的是挑战你美元 是挑战你欧元 是整你英镑 它的目的是把美国的 现在让全世界把美元整个回流的这个计划 彻底彻底完蛋 它让把这个美元回流都回到它那去 去买人民币去 最终目的就是人民币抗衡你美元 素质人民币化 就这么简单 对你美国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很多人所谓的美联储专家好像以为大营似的 我说你可以把欧洲 英镑 欧元 瑞元 你可以日元 你把你这小兄弟的钱都给它贬值了 然后回流到美元来 来充当你的解决你的通胀 大印的这个没人知道的天文数字的美元 然后把控制住黄金价格 记住啊 控制黄金价格 黄金价格涨上去就完蛋了 然后石油价格 然后大宗货品价格 特别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 我但是 我说共产党比你贼 因为美国太多内部这是卖美贼了 就像台湾最危险的不是别的 这是卖台贼 就今天我们开会也谈到 我说你去想想台湾里边买无人机 竟然是大陆来的 这是多危险 然后你去想想台湾现在有人敢站出来说话吗 就一个潮兴成潮老先生 还有我们伟大的这个女英雄 蔡英文女士站在这块 在这块阵地高谱 整个台湾所有的这些男人都已经死光了嘛 是吧 没有人敢出来说话 什么这媒体那媒体这些王八蛋 没有人敢提台湾说话的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是卖台贼 这帮孙子哎 这才是可怕 就像香港一样 卖港贼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共产党就让你们养着 你们黑社会 你们四大不要脸 是吧 你们的钱我给你保证 你替我干坏事 伤害掉那99的香港人 这就是美国一样卖美贼是最可怕的 不用看别的 你看看七哥的这几年的经历 司法超线战 媒体超线战你就看得出来了 然后再看到法国采访郝海东 叶刀永妹妹 共产党的这个 刚才就是冬帝中间我打过来了 我说我给他说了一下 冬帝你别担心 永妹妹 我第一天冬帝永妹妹找我的时候 说包括这个法国这家媒体找到了阿炳 还要采访我 我说去他大爷的吧 我才不知道他采访呢 我说法国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控制 他不会说啥好话的 但是呢他这个登出来以后就说 冬帝招影媒妹妹好话 但是郭文贵是垃圾 班冬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这是啥呀 共产党的当年对待日本 对待台湾 对待所有的地方 包括对待美国 是吧 一说过去的总统像基辛格先生啊 像日本的前首相啊 什么纠一什么红夫啊 这夫那夫的 福天康夫啊 这都是我们老朋友 都是好人 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日本人 但是极右翼主义者 笑权一郎是坏蛋 然后这是什么安倍晋三十块蛋 这个伤害中国人民 所以说这帮王八蛋是什么呢 把一筐苹果 放两个好苹果 剩下都是烂苹果 然后让你对那两个苹果感兴趣 然后种的这一筐苹果 全都是我换苹果 你看七个牛啊 你问问东地 我当天就说了 我是个很有可能是黑男的啊 但是好在哪呢 你把七个那黑哪去 七个都已经被黑成强奸犯 郭三秒 郭骗子 是不是啊 还有郭啥了 我都忘了 郭三邪 还有郭三邪 对了 是不是啊 你就说我都成这人了 你还能把我说咱话去 我又不在乎 你使劲说 班农的也是 是吧 被全世界给K了一万次了 都抓了好几回了 你去弄去嘛 他们还是担心班农 还是担心新中国联盟 担心提克 你看这就是共产党的战略 让一家大媒体 蓝金黄以后 借用这种招 历史上一直用的招 然后在战友有几个懂的呀 这么黑你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东地影妹妹挺好啊 正义的形象啊 关键有人知道新中国联盟了 邪教也好 政教也好 外门邪道也好 是吧 还知道了 还关键是东地影妹妹穿着G翻身 给G翻身做那么大广告 所以说啊 兄弟姐妹们 什么事儿得看透啊 他有一定好的一面 一定有坏的一面 坏的一面 一定有好的一面 所以说 我觉得我挺开心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快48要10了呀 哈美尼伊啊 哎呀我的妈呀 忽然想起来了 有没有结果啊 这没结果 多丢人呐 不过有1%的可能是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肯定完了 绝对完了 等着吧 这要压堵的话 你说这得 这心脏能受了吗 48小时 到今天下午就是48小时了 还有几个小时啊 我的天呐 哎呀 跟七哥 真是刺激啊 真是刺激啊 昨天晚上大概是4点钟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 菲律宾的一个朋友啊 菲律宾的朋友 最近跟我比较热乎啊 这个 所谓的过去的清华派 现在已经彻底的了啊 反共了啊 更清华 但更反共 他跟我讲 他说 在菲律宾的几个金矿啊 还有菲律宾几个旅游开发项目啊 全都给他取消 马上取消 然后说你看 人民币的事情啊 现在我们菲律宾啊 下部要阻止人民币啊 我说更让你感到非常惊讶的事情啊 接下来欧洲很多人会支持所谓的人民币数字化 还有人民币的结算啊 特别是要学沙特啊 石油的人民币结算啊 我说但是真正的中美之间最大的一个战 一个一个战场 现在是货币啊 之战 货币之战才能打开金融之战 然后这里这个战开始啊 然后再看到科技之战 科技之战就从芯片开始啊 芯片开始 但随着新科技的这个突然的啊 这种变化啊 会彻底改变性质 然后是俄乌的整个这个战争呢 现在这个可能是要出现拐点吧 我觉得俄乌战争很快会出现拐点 很快啊 那么俄乌一出现拐点啊 然后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灾难日 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国庆 严格讲未来10月1号 应该成为中国的国庆日啊 是被外来政权啊 反华组织啊 流氓组织 邪教组织 共产党啊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啊 这个10月1号 你看看那天安门 是吧 那种情况下啊 所以说这个战争改变以后 就会把10月1号啊 这个国庆日啊 给它立起来 把6月4号啊 6月4号成为真正中国的新生日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国庆 中国的真正的国庆日 悲剧啊 看看那演的秀 看看天安门 再看看全中国的所谓的清零隔离 再看看中国的明星啊 还有什么政治家 还有什么铁帽子王 都去哪儿了 想想五年前 七哥爆料之前 新中国联盟 中国共产党走到全世界 走到法国 中国狮子醒来了 是吧 很可爱 是吧 到达沃斯买买买 全世界开药方 全世界听我的 美国人几乎没人说话 现在什么呀 是吧 俄无战争 台海危机 香港经济危机 人民币美元的较量 科技的较量 北朝鲜的纯粹 伊朗的未来几小时变化 你想想有意思吧 走着看 啊 傻子不妨了 今天晚上剪 明天直播 哎哟 明天又是 汉民的夜活着 我咋直播呀